一開始 詩人是詩篇三十三篇五節說 他喜愛 仁義公平 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很多人覺得很多東西看不到神的愛 其實神藉著萬事萬物都已經告訴我們 祂是愛著我們 從山 陽光 水 你用眼睛去看的時候 你覺得很自然的東西 但每樣東西都是神 刻意做給我們人類 我們每個人有眼 看到山都可以看到 這座山的宏偉 其實背後就是 神因為愛著我們 所以給我們機會 有眼可以看 同樣有一把耳朵 不是一箱耳朵 不是一把 一箱的耳朵 你可以聽到柔和的音樂 粵耳的音樂 這一切都是神所給 當然我們還有一把耳朵 可以品嘗這些美食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經歷到人與人之間的愛 這個愛就是神的愛的縮影 在我們生命當中 讓我們經歷到這份人與人之間的愛 同樣我自己也一樣 在我未信主之前 我經歷這一切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是什麼 但是當我認識了神之後 神很清楚告訴我 讓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這樣說 神愛西人 甚至將他的獨身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我也是一樣 我經歷著神這份愛的時候 我嘗試去愛他 他吸引著我 回到他的家當中的時候 我看見大英姊妹那種愛 是有別於其他的朋友 親友 那種愛 一種不相識 但是互相關顧的 同樣當我認識我的主 開始去委身 去相信祂的時候 祂吸引著我 我第一個的就是 我看到當時我回到教會的牧師說 我的神是由醫治的 當時我正正在一個疾病當中 已經經歷了一整年的時間 在這個疾病當中的事 我就很想跳開了 不要再吃藥去面對這個疾病 我的神就鼓勵著我 用祂的話語一路激勵 祂告訴我 你可以去放下你的藥 我就真真正正去嘗試 放下我的藥 直接去祷告 去將生命交給我們的神 一次 兩次 三次之後 感謝神 直接去祷告 神真的醫治了我 在這裡我真的很感謝神 因為是祂這份的醫治 是祂這份的幫助我 讓我真的可以去信靠祂 亦確實知道祂是愛我的 那怎麼做呢 我將我自己的另外一些問題 經濟上高 家庭上高 感情上高 我都一一地去交給我的神 我開始感受到 原來神是很愛我 我在教會裡面 不懂結他的 因為我手指比較粗 彈結他很難 但神都鼓勵我 激勵著我 就好像這一段經文 他說 尚大喜悅信靠 和信從衛生的人 我嘗試去衛生 嘗試去回應神這份愛 嘗試去踏多一步 從得著這份救恩的喜樂之外 我希望可以去敬拜當中 去回應神 我學結他的過程裡面 我經歷到一件事 就是我很難去彈結他 但是彈的時候 我很感受到 原來敬拜 神給我一種非常大的喜悅 我很喜歡去敬拜 原來神就是我身邊 我唱出來 身邊的人都會說 你五音不全 但是我私下和他敬拜的時候 我很享受我 在讚美我的主 我在每一次的聚會當中 我都盡量能力去 去嘗試讚美我的神 不是因為我想被別人聽 而是我覺得我的神 是在聽我去讚美祂 我的神是喜悅我 正如《輕鬆德聖》都說 神一早已淡亂了我們 祂很喜悅我們回應祂 去衛生給祂 我很享受 我很喜悅神 我更加很喜悅去侍奉祂 當教會有機會讓我去大小組 有機會在教會裏面試奉的時候 我爭取這些機會 不論這些機會是大的小的 擔心燈 我都很享受 因為我不是為人的緣故 去擔心燈 我是因為我覺得 我是在服侍神 我不在乎工作的大與小 但唯一我就是 知道我在私奉我的主 我是在私奉祂 我很感恩 因為是從我病得醫治開始 一直跟隨著我這位主 這位神 祂去幫助我 去讓我更加知道 祂不斷地愛我 甚至 我沒有想過的 神都一一供應給我 因為 《格林當》後書這樣說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 一人記替眾人死 眾人就死了 神的愛激勵我 繼續去 知道 我會不斷地去傳福音 開始 放下自己的臉皮 因為我很介意 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 我甚至 在街頭裏面 在巴士裏面 在我身邊那個 有機會的 我都對她說 到今天我的工作 我都希望 藉著我的工作 可以把這個福音傳給我 因為我的神 激勵著我 向前走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的神激勵我 我去委身給我神 神同樣把最好的家給給我 祂讓我 在婚姻當中 我認識我自己的太太 這個認識不是因為 我早已認識這位姊妹 而是從頭到尾 在未結婚之前 我都不認識她 直到神在說話 圖片給我 說 這位是我未來的太太 神所比喻我的 是超出我所想所求 就此這段經文 雖然細小一點 如經常所記 神為我 神為愛他的人 所預備的事 眼未曾看見 這段未曾定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當然更加沒有想過的事情 神會給我三個小朋友 是我真的沒有想過的 神給我的封聖 令到我 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因為神實在 我被出了很多 我沒有想過的 當面對三個小朋友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其實公書教學那些會很難 經濟都會很難 但是我經歷到的就是 神的恩典 幫我一步一步跨過了 我經歷到就是 就是像沙灘上的腳印一樣 不是我走過這一切的路 而是我的神 背負我經過這一切的路 今天當然大家看到 我的小朋友長大了 但中間的時間 我所經歷的就是 無盡的感恩 因為神背負我經過了這一切這一切 不知道怎樣跟別人去分享 也不知道怎樣跟別人說的難處 但我的神 一一的幫我度過了這一切的難處 最後 用這段經文結束 好 婦人因能忘記她吃乃的嬰孩 不連率她所生的兒子 即 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這個是以創下書 以創下仙子所說 他説 神 用一個 婦人快樂的兒子 關係去做一個比較 我們的神是愛我們 你不需要懷疑 而在我自己轉職業之後 我所經歷的更甚 神是顧念到我每一個微細之處 所以其實如果你知道神愛你 你明白神是多愛你的事 你面對別人的冷嘴而奉 或者別人的傷害 你會怎樣 神都敢愛你 你有沒有知道 你不需要去顧念別 看別人的壓擊 傷害了你多少 因為神愛你 這些事情可以抹過了 因為神根本就是在看著你 不論你起床躺餓 你去到哪裡 神都好像一個媽媽 是照顧你 我在工作上經歷的就是 神每一個細微之處 祂都去照顧我 到今天 小朋友長大了 到我今天工作的每一個 我經歷到的就是 神的愛激勵著我 就好像婦人對祂的兒子一樣 我只可以用自己 贊美敬拜去回應神 能夠侍奉的 我可以侍奉 因為我的神的愛激勵著我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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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